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些 海外房地產 比較多人想問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先來聊一下 這個日本的一些房地產的一些狀況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首先就是先跟大家講 投資一定有風險 所以你一定要在這之前非常清楚 你到底買這個房子的目的是什麼 假設你的目的就是要自用 那自用當然就根據你個人的使用的需求 比如說你就是有地緣關係 我的小孩 或者是我自己在那邊有做生意 或者是我非常喜歡京都 或者是曼谷這些地方 你自己自身的考量 以自身的需求為主 這個我覺得就自己看一下 就喜歡那是你的 你有能力去消費得起的一個物件或商品 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就偏偏大家用 國內投資房地產的這個假值觀 來看全世界各地的房產 我覺得大家就要特別的小心 尤其是地點 我們不是當地人 我們不了解當地的消費習慣 或者是當地的一些模式 就常常會有一些糾紛跟爭議出現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 海外房產一定要非常非常謹慎跟小心 那如果說不了解或者想多了解一點的人 也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各個國家 目前有在跑有在介紹的幾個國家 我們都有成立這個賞屋群 裡面會有一些有經驗的好朋友 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歡迎加入一起討論 那我們今天呢 就好好來分享一下日本房產的一些 大家想要知道的一些資訊 那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個人不是仲介 我只是喜歡到全世界各地去看看走走 然後在台灣的經驗去跟不同國家去做對比跟比較 那我本身自己也在歐洲有生活過一段時間 我老婆也在日本生活過了好幾年 所以我們對於各個國家的一些風俗民情 有一點基礎的了解 所以有機會到各個地方去 我想說比較出各個國家各個區域的落差 跟差異跟大家帶回 帶這些資訊回來台灣給大家 那今天講的這個是日本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一下日本 其實它是有一都一到二府 43縣就都到府縣 東京都大家都知道 就東京市的那個區域 但是東京市跟東京都又不一樣 然後一到就北海道 二府就京都府跟大阪府 所以京都是京都市 京都府又不太一樣 這兩個地方就像那個大阪 大阪市跟大阪府也不一樣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不要下次有人跟你講說 我買在大阪就是大阪府 我買到東京都 東京都非常大 不是你想的23區 所以地理位置要非常清楚 但因為日本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不是一個非常適合投資的地方 你很容易買到錯誤的地方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要慎選 不要看到是日本或者是聽了某個說明會 或者是什麼你就買了 它的面積是台灣的10.5倍大 所以你很不小心就會買到郊區 它的市區其實就那幾個 我們常看的那幾個 成本部分呢 就是我們首先先從購買的部分 會有一個購買成本 持有成本 出售的時候會有出售的成本 這三個點來 就是買的時候需要付什麼錢 持有的過程中我們要付什麼錢 賣的時候我們要付什麼錢 那主要我們在買的時候會有幾個成本 第一個是不動產取得稅 大概是會固定資產稅 固督稅頻段的4% 這個其實很多人都是用這個 以為日本也是實價課稅 其實日本不是實價課稅 日本是有一點像台灣的這種公告限制 那這個金額其實不一定 就是說我市價像台灣市價 可能我這房子1000萬 可是我的公告限制才150萬 這很有可能 日本也是類似的狀況 通常這個金額呢 會在一半以下 可能兩成有可能 我們上次聽過一個 就它的那個房子 買了1600萬左右 可是它的公告限制 固督稅的公告限制 他們叫做固定資產評估額 固定資產評估額 就是我們公告限制 才200多萬 我把這個稅單付在旁邊給大家看 這一間就是1K 或者是1LDK小的套房 大概1000多萬日幣的房子 可是它的公告限制才200多萬 所以是200多萬的4% 不是1000多萬的4% 請大家不要再聽那些錯誤的資訊 說什麼稅怎麼樣 那其實這個部分就跟台灣沒有落差太大 可能台灣還是比較便宜 但是沒有落差太大 然後再來就是段落免許稅 那這個中文我不知道怎麼翻 但是一樣就是固定資產稅 然後跟剛剛那個一樣 剛剛是4%這個是2% 然後硬指稅 硬指稅大概就是非常低 很低的這個金額 1萬日幣跟3萬日幣 這個類似台灣的印花稅 所以在買的時候大概會付的稅 就可能是你的房價的2%左右 可能不到2%我猜了 有時候那個公告限制是只有2成 那這樣子拿2% 1000萬的東西變200多萬 這個是有可能 然後再來就代書費 代書費就看當時你的這個 轉就是過戶的時候的困難程度 它也是一筆一筆 假設你這一筆有好幾個人共同持有 那可能比較複雜 它就會比較貴 通常大概4到7萬日幣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日幣 然後再來就是仲介費 它仲介費 它跟台灣不太一樣是 台灣是買2賣4 它那邊就是買賣都是3加6 3%再加6萬 就是仲介的部分就是這個樣子 你是付你買方的仲介費 他付他賣方的仲介費 對於仲介來講 他就服務他的客戶 他服務他的客戶 就這樣子 其他雜費就是 就是屋主已經付掉了 比如說今年我的土地稅房屋稅 像台灣也是一樣 我已經繳了 但是你要按照時間去切 按比例去攤體 所以你可能要幫這個屋主 要退給屋主多少比例 但這都沒多少錢 然後再來就持有的部分 這個是最多人酸的 很多人就講說 日本的房地產持有的成本非常高 那按照我的經驗這樣看 因為老實講你用一言以蓋之 是不太合適 有些房子他的持有成本 確實是比台灣高 但是有些好像又跟台灣差不多 所以我們來看他的持有成本 總共有幾個 就是你每個月要繳的 跟每年要繳的是不一樣 每個月要繳的就是大樓的管理費 這個台灣也是 日本大樓管理費 就看你是哪一種類型的社區 因為日本的大樓很多都非常小 可能就是大家想像 如果是在民生社區 或者是台北市的 中山區啊 中正區啊 大安區那個小巷弄裡面 去圍繞重建的一棟 可能十樓或八樓 裡面可能只有八戶 十戶之類的這種 這種管理費都非常貴 我之前去台北市看過一個房子 一個月就是一坪的管理費 它沒有什麼完全沒公設 就進去裡面就一隻電梯 就這樣 它一個月的管理費是160耶 大家可以想像嗎 但是你去台中或者是桃園 有些社區 它裡面有游泳池 有三溫暖 什麼都有 可是它管理費才55塊 60塊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呢 就是大家一起攤提 把那個成本 就是攤提下來就變得比較低了 日本狀況是一模一樣 就是說 有一些大型的社區 你會覺得 聽起來管理費好像也是一兩千塊 怎麼跟我們這邊差不多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 有一個叫做修善激勵金 這個是在你買這個社區的時候 都會知道要繳的一筆錢 這個是繳給社區來做一個拉皮 或者是社區的維護 那這一筆錢跟剛剛的管理費也是一樣 它不一定是固定的 不一定是在日本就一定比較貴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這兩筆加起來看 像今天我們就有一個網友在我們群組裡面 他買了一個在大阪的市中心 非常熱鬧的地方 是Tao 在日本你只要講你住在Tao 大家就覺得 你是住在那種 我們這種比較好的房子 比較貴的 因為有一點 你把它定位成豪宅 日本豪宅就對了 他住的那個房子沒有很大 LDK 那他就 我今天就問他 他的管理費大概是一萬日幣 然後修善金大概是9K 9K就九千 那這樣大概一萬九 算兩萬好了 換算下來 大概也是四千塊台幣左右的一個 這個費用 那四千塊台幣 當然現在在台灣去那種豪宅 你這個有貴很多嗎 也貴多少 現在你去台灣有些豪宅 都要繳好幾千耶 再來就是台灣你繳這些管理費 其實他沒有包含拉皮 可能很多的社區 他的管理費 就真的只能應付日常的生活 日常這個社區的營運跟管理而已 他根本沒辦法做到拉皮 甚至地毯 我們去看過很多日本的社區 他去看的時候 剛好他就在拉皮 你可以知道說他拉皮不是隨隨便便什麼修修補補 不是 他是大鷹架整棟大樓的外牆全部敲 刨掉或幹嘛 全部重弄 磁磚重貼 地板地毯全部換掉耶 這不一樣 跟我們這個不一樣的喔 我們可能就修修補補 這個叫做修善 不是 他們的修善是真正的 有一點 已經有一點像拉皮了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以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我的房子在那裡 我顧不到 我希望他維護或維持的好 不是就是有這個機制是好的嗎 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台灣這個 過了幾年 我們的房子變成廢墟了 或者是看起來很舊很老的時候 我們去看到日本 日本房子好棒喔 羨慕喔 結果叫你繳錢都不願意繳 你覺得羊毛不會出在羊身上 誰來付錢啊 就是我們自己付錢啊 那最後我們這 比如說我們這棟大樓 前陣子就是磁磚波路 也是大家一起 我這個是老社區 不是我的新房子 我這個社區已經四十幾年了 從來沒有修善基力金啊 管理費也不夠用啊 所以最後要拉那個 就是磁磚波路的部分 除了去跟市政府 爭取經費以外 我們每一戶還貼了多少錢呢 那還不是一樣 羊毛住在羊身上 而且也沒辦法做到全面 只能局部的去處理而已 所以有真的比較好嗎 我真的覺得 如果以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先不要管 這個修善基力金 能不能讓整個市容 或者是那個進去裡面比較漂亮 光是我們外國人 要節省麻煩管理的部分 我覺得日本這制度 就比台灣好很多了 然後再來就第三個 日本的管理制度 就是房東的管理 我們大部分買這個房子 除非你是要自住 不然大部分都是出租 出租都是委託給管理公司去做管理 日本沒有房東自己來管理的 很奇怪 因為我太太之前在日本住人那幾年 她從來就不知道她房東是誰 她房東好像住附近 從來沒看過她 她住附近不會自己來收錢嗎 我那時候覺得很納悶 不好意思 日本的狀況就跟台灣風俗民情不同 她就是會有一個代理人的制度 而且是專業的代理人 就大家都互相信任跟遵守這個遊戲規則 沒有人會去bypass代理人 代理人也會很盡責的幫這個屋主 去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衍生出到最後 這個管理公司的制度非常完善 你在台灣你是一個外國人 你怎麼去管理 所以這個管理費 就是管理公司的代管費 也非常合理啊 那全世界我現在看下來 也大概是這個金額沒錯 5到7% 就看你的區域 如果你在很偏僻 人家可能你給他10% 20% 他都不願意幫你管 就是其實它是有一個公定行情 別的國家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日本沒有比較貴 因為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那台灣現在也有代管公司 怎麼收費我不知道 好像也是類似的 那你只是願意多花時間 去做這些收房租 去跟這些屋主 房客去做周旋 你只是比較願意做這個事情而已啊 那如果不願意做的人 他在台灣也是要付這些錢啊 管理費他也是要付啊 那不是一樣啊 那你怎麼猜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所得稅 因為日本它是一個非常重法治的國家 這個稅呢 該繳的他們就是會繳 該申報的就會申報 那不像我們台灣呢 就是能夠盡量逃就逃啦 當然最近 因為有這個社會住宅的關係 社宅的關係 所以大家還能申報 又能夠抵稅很好 所以現在很多房東願意申報 甚至有一些公司承租的 所以他本來就要申報 那價格也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是一個正常法治國家 應該要有的一個狀況 怎麼會覺得這個成本呢 我是覺得假如要讓它正常化 大家都繳稅 他房租自然而然就會比較穩定 然後也就是沒有大家在那邊黑黑暗暗 這個是每個月要繳的 再來就是年度的部分 年度部分 我們台灣也是要繳 所謂的土地稅跟房屋稅 這兩個在日本叫做故都稅 故都稅 這兩個加起來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秀的那張稅單 它也是把土地跟房屋是分開的 你的土地現在是多少價值 房屋是多少價值 這兩個是分開的 但是加起來也是公告限值的1.7% 不是市價1.7% 很多人都說你什麼買了一間一千萬日幣的 你一年就要繳17萬 沒有 你真是 那就是剛剛的公告限值的1.7% 有沒有看到 所以算下來其實是千分之多少 大概是千分之二左右而已 像這個一千多萬日幣的 它一年就繳 一千多萬日幣 一年就繳四萬多 四萬多 那你自己去除 大概多少錢 沒有到什麼比台灣 台灣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沒有到落差這麼大 大家不要再聽信那些錯誤的資訊 然後隨便亂酸 我真的覺得這樣很沒水準 然後再來就是 有這個稅務室 我們台灣是叫做記帳室 不到會計室 但是記帳室 就每個月幫你記帳 發票什麼可以折疊的部分 這個一年大概是四萬日幣左右 其實這個也沒有多少錢 你在台灣 我們如果開一家公司 要找那個人家來幫你記帳的話 一個月是兩三千 兩千塊 一年不是兩萬多 這樣子一整年不是也是 兩萬多不是換成日幣也是十幾萬嗎 十幾萬日幣的這個金額嗎 那有比日本 日本至少大家覺得他的專業人士 應該是蠻貴的嗎 就是你這樣算一算 比下來你也沒有覺得特別貴啊 再來就是租賃的重介費 比如說你在這過程呢 你是有空房子 然後房子出租 就是這段時間你也有出租 當然這不一定 也許因為日本的房客其實很穩定 你租下去可能就是跟你租個五年八年 那房客就不走 等到你房子賣掉 他可能也不走 很常有這種狀況 所以就是很多人呢 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基本上 有的人是買房子 是有貸這個租約的 有些人到買賣過程中 從來就沒有付到這筆租賃的重介費 他只有付管理費而已 所以你也可以去請阿明 或者是Cindy 幫你找那個有貸租約的 這種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要自住 就是有可能未來是想要自己住 那建議你還是就考慮一下 因為日本人他很保護他們的租客 這個租客呢 一租下去你是沒辦法趕走他的 他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你很難去跟他租狗 沒辦法跟他溝通的 因為日本政府非常保護租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浪貝爾的一個租賃 他是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在賣的時候要付什麼錢 賣的時候其實 要付的跟台灣其實也是很類似 他必須要先付一個 有一點像是房地合一稅的東西 五年以內大概要降30% 那五年以上 你就可以降到15% 這有點像我們的房地合一稅 房地合一稅 接下來就是房地合一稅 課完了以後呢 他會叫 他會再跟你扣一筆 叫做原權徵收稅 就有點像所得稅 這個要先預扣10.2億% 但是你隔年是可以申請退稅 就是你在持有這個房子 這個過程 比如說這五年這十年呢 你的所有的管理費啊 還有你來回的機票啊 然後你這個房子修散啊 冷氣壞掉 你請仲介 甚至連請仲介喝飲料 請他幫忙啊 這些全部都可以列為費用 大家不用擔心 不用去收集這十年的單據 因為你這個房子 是給管理公司管理的 他會幫你把過去這十年 你這間房子所有的成本 幫你移交給剛剛那個稅務師啊 稅理事他會幫你整理這些所有的 隔年再幫你申請退稅 那再來就是賣掉的時候有一個仲介費 那跟剛剛買的時候那個是一樣 一樣是3% 一樣是3%再加6萬 那代書費的部分 代書費的部分 就基本上可以當作免計啦 這個很少 主要的代書費是買方 在買房子的時候要過戶要幹嘛 這個是比較麻煩 所以代書費會比較貴 但是在賣的時候 其實代書費只有一點點 沒有多少錢 那其實日本的這個源泉所得稅 剛剛講到說每年要講的那部分呢 其實日本基本上源泉所得稅 它也是跟台灣一樣 它是有個累進制的 然後也有標準的扣除額 也就是說基本上 你只要是收入在一百五六十以下的 基本上不太需要繳到稅了 就是你可以 它有一個基本標準扣除額 然後你每年又有一些管理費 有的沒的這些可以扣 那你的機票也可以扣 扣完以後 基本上不太需要繳到稅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你沒有很大戶 如果你是很大戶 一次買個十間 幾間套房再出租 那可能就是要繳到稅 但是如果你的收入這麼高 繳一點稅 貢獻給政府 我覺得這也是合理的 到人家的國家去賺錢 但是如果你的 可能就跟我的目標一樣 就買個一間兩間三間 基本上是不太會繳到稅 一間兩間可能都不會繳到稅了 三間以上可能就有機會了 那剛剛有提到一個點 就是說日本人他不太愛換房子 就是說 原因 除了他們自己習性喜歡穩定 不喜歡變動的這個 這個怪癖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他們的搬家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有很多 有什麼 什麼這個押金 他們叫敷金 敷就是敷衍的敷衍 這個應該是兩個月吧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除了這個押金 還有這個租金以外 還有一個特別就是禮金 你要感謝我們這個屋主 願意把這個房子租給你 我跟你租房子 在台灣好像 這個房客是很屌的 沒有在日本 如果是好地段的房子 好的房子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網友 那個是套 你要跟他租房子 你是要拜託他 把房子租給你的 他包禮金給你的 那是不會退的 他不是押金 就是感謝他 很奇怪 然後有些什麼管理費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保險啊 甚至在日本有一個 非常保障房東的一個點 就是 你這個房 你這個房客要來租我房子 你要先自己保險 你才能來租 為什麼 不然到時候跑掉 到時候我送不到房租 我東西壞掉怎麼辦 假設你房客跑掉了 房東是可以叫保險公司 代位求償的 保險公司先理賠給房東 然後他再去找房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制度 比台灣完整很多啊 所以大概第一次你租房子 會產生大概五到七個月的成本 所以你覺得日本人喜歡搬家嗎 這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喜歡 投資日本房地產的原因 因為非常穩定 你租給他 你可能十年後他還在 這筆錢就變成 你源源不絕的被動是收入了 那如果房價漲了 你下一次要再換房客的時候 你可以調漲你的房租 那當然你這段期間 你也可以調漲房租 但是你必須跟他溝通 要他答應 你才能找房租 這個跟台灣有很大的不一樣 但是人家的風俗民情就是這樣 其實全世界目前有公色比的地方 其實台灣算是公色比吃得非常重 像韓國他有公色比喔 我問過我朋友韓國 但是我這樣算下來 他們公色比好像才20幾% 但台灣現在普遍來講已經到30幾%了 33到35之間 所以台灣的公色比真的吃得很重了 但日本他其實是專有面積 專有面積就是說 他只有算室內的使用空間 以上就是最多網友在我們日本房地產那邊去留言的一些資訊 拜託不要再有一些錯誤的資訊了 不一定是那個樣子 也許你講的大方向是這樣沒錯 不一定是那樣 那日本的房子到底有沒有漲 其實數據說話 不用聽那些網紅講那些有的沒的 你直接看數據就是這樣 那你偏偏要去買一個很偏僻 然後那個鄉下都沒有人的地方 那我也沒辦法 我們就不介紹那種地方了 是不是 你自己要去看那裡的 我有什麼辦法 但是日本老人化、老年化、少子化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那這就會造就越來越都市化 其實台灣目前也是這個狀況 所以有這個現象 你還會去找那個奇奇怪怪的地方嗎 你就問我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都直接叫你去看東京跟大阪 其他地方我是不推薦的 所以如果說你有日本相關的問題 日本房產相關的問題 歡迎將我們群組 裡面有很多達人跟神人一起討論 我只是把我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如果想要多了解 其他地方的一些資訊 歡迎在下面留言 其他的什麼泰國、馬來西亞 或者是菲律賓 我們也會一段時間來做類似這種Q&A 然後大家最常問的問題 我們把它解答好不好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這情況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 歡迎加入群組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資源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